您好,欢迎收看8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陆宇慧 2020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以反责赖今天为主题 8月21号起一连三个夜晚在德新运动场旁的草坪来盛大咨询 除了有花莲六大原住民族的歌舞展演 还有140多个美食摊位,还有手工艺品的摊位 展现了丰富多元又美丽的原住民文化 在阿美族勇士报信息还有董头墓进行敬天祈福点燃圣火 祈求祖林护佑活动圆满顺利,五股丰收 新冠肺炎疫情赶快过去的仪式下 今年的板子赖今天,丰联节活动正式展开一连三天的热闹夜晚 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 现场除了有花莲六大原住民族的传统歌舞 还结合了现代科技的创意乐舞 而今年还特别邀请到阿里山周竹一起来交流原住民族文化 今天是花莲县原和风年节 也是亚洲在太平洋左岸最盛大的人住民族风年节 每一年一天来着海面外以及全国各地的家人们 来到花莲回到花莲来欣赏台湾最美丽的金炭号 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歌语舞 还有我们美好的传承 在这里,民主席的文贷 大大夫人 要谢谢两百零七个部落 所有的部落同步 对于我们文化传承 来来来来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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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棒一接一棒 将古老的我们先人的智慧很完整地保存起来 让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能够得以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天类般的歌声围绕着天际 壮观丽与美的结合舞蹈 让在场游客赞叹声不断 为期三天的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 华联县政府也规划免费交通车来接驳 现场还有140个原住民的农特产品 还有手工艺展售摊位 并且设有多元的支付功能 持三倍券消费还有折扣 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 花联县政府广邀全国民众 一起到花联来分享原住民族的乐舞 一起来推动观光振兴经济 记得蒋邦彦 花联时报导